亚马逊工会选举要求员工亲自投票 澳洲财长表示 谷歌脸书向澳洲媒体付费无可避免 跟习近平唱反调 任正非将成为下一个马云 拉斯穆森民调显示 多数美国人希望工作美国优先 六成希望阻止移民大烹车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直升TV 我是袁诚 今天是美东时间1月24号星期天 一起来看一组最新消息 亚马逊公司在阿拉巴马州仓库的工会要选举了 他们正在要求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考虑 让仓库的员工亲自去投票 投票将在2月8号发出 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本月初曾经表示 投票表决将完全通过邮寄进行 亚马逊在21号发布的文件中 反对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 关于进行邮寄投票的决定 在线零售商说 邮寄选票增加了欺诈和胁迫员工的风险 还会压低投票率 因为在贝赛默仓库5800多名 有投票资格的员工中 多达29%不会使用邮寄选票 而且邮寄选票中还会出现很多填写错误 即使投票数大大少于2020年总统大选 但亚马逊发言人诺克斯却告诉新闻媒体说 我们认为 有效、公正和成功的选举的最佳方法 是亲自进行选举 我们将继续坚持采取公平选举的措施 我们希望所有人投票 因此 我们的重点是确保这一切成为可能 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 也是《华盛顿邮报》的所有者 媒体国家麦栋认为 贝索斯的《华盛顿邮报》 对邮寄投票采取了跟总统选举不同的立场 他发表了很多都受赞成邮寄投票立场的文章 其中包括 关于邮寄投票的五个神话 争论邮寄选票将破坏选举是错误的等等 华人学者何清莲发推文评论说 左派对邮寄选票的真实态度现原形 左派提倡邮寄选票 果同邮局公会利用源源不断的邮寄选票 是拜登获得8400万选票的主要原因 如今亚马逊公会阿拉巴马分会改选 这个地区疫情严峻 却以邮寄选票容易舞弊 要求员工亲自投票 左派的公会选举要求选举安全 一国总统的选举却刻意作弊 24号 澳洲联邦财政部长弗莱登伯格 向谷歌和脸书发出警告说 这些科技巨头向澳洲新闻媒体支付 展示新闻内容的费用是无可避免的 弗莱登伯格示意 莫里森的政府有意成为监管社交媒体 和搜索引擎公司的世界领导者 新闻媒体议价法 要求谷歌和脸书等社交媒体 就他们展示新闻内容的行为 和新闻媒体商讨付费金额 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 则由仲裁者最终决定付费金额 谷歌曾经威胁说 如果澳洲启用这项法律 他们公司就在澳洲禁用谷歌搜索功能 弗莱登伯格表示 谷歌对澳洲发出公开威胁 给他们自己带来了负面影响 他还指责这些公司再改变规则 来反对澳洲拟议的新闻媒体议价法 他说 谷歌的新闻搜索量是否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 将反映在独立仲裁机构裁定的付费金额中 澳洲即将推出这项新法之际 一些澳洲人发现 他们用谷歌搜索新闻时 一些澳洲新闻被屏蔽 澳洲研究所的负责技术中心 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 五分之四的受访者认为 谷歌从新闻搜索中屏蔽澳洲新闻的行为 是令人不安的 弗莱登伯格表示 政府出台这项新法的立场 得到了媒体公司和公众的支持 中立议员和绿党也都表示支持 我的观点是 数字巨头为原创内容付费是不可避免的 他还说 澳洲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领先于世界制定这样的法律 一个是在别人出台这样的法律时效仿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芯片问题上 多次跟习近平唱反调 网友说他恐怕会成为下一个马云 22号 任正非在华为公司内部的信中说 华为正在逼着从小学生跳级到博士 现实使华为的理想破灭 全面靠自己打造产品 是华为最薄弱的环节 华为被美国封杀后 面临断心危机 而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一家 独立研发生产芯片的厂家 华为此前宣称自主研发芯片 也被证实是一个虚假的泡影 事实上 不止华为 所有的中国科技公司都遭遇科技卡脖子难关 任正非在内部的信中明确表示 自己不赞成片面的提自主创新 在尖端技术领域 根本不知道努力的方向 他强调 没有全球共同的努力是不行的 言外之意 华为的生存严重依赖美国 任正非这番大实话 明显跟习近平最近提出的要企业自主创新 自力更生的指示相左 有网友调侃说 马云直言矮整就在眼前 任总这节奏难道是要学马云 还是悠着点吧 早在2019年 任正非接受中共党媒采访时曾经说 以前修路啊 修桥啊 修房子啊 已经习惯了 只要砸钱就行了 发展电子工业 过去的方针也是砸钱 这个芯片光砸钱不行 得砸数学家 物理学家 化学家 由此引发网友共鸣 任正非都说了 用钱砸不出芯片 但习近平只会砸钱这一招 要砸9万亿元 轰炸出中国芯片 多年来你们一直在吹嘘自己的芯片 看来都是假的 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 习近平计划在2025年之前 投入9.5万亿人民币研制芯片 并称这项任务的优先程度 如同制造原子弹一样 然而 中共的芯片大跃进运动 致使中国各地上千企业一窝蜂上马 量称百亿千亿的烂尾 千亿投资项目武汉红芯 遭遇资金难题陷入停工 南京德科马资金链断裂 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中共发改委紧急发声 追究引发重大损失或风险的地方政府责任 强调谁支持谁负责 熟悉半导体行业的中国业内人士湘先生 对自由亚洲表示 以中国自身的能力 投入再多钱 也无法研制出高端芯片 因为中国的基础材料学很落后 十几年都是靠进口材料再组装 算不上科技技术 外界认为 如果美国不松手 中共的芯片卡脖子难题 恐怕难以解决 拉斯穆森报告 最近的一份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66%的美国人更愿意提高工资 并招聘美国人 只有19%的美国人选择增加外籍劳工 在共和党的受访者中 74%的人选择招募美国人 13%的人希望增加外籍劳工 其他选民中 选择美国人优先和引进外籍劳工的比例 分别是62%和20% 拉斯穆森的这项民意调查还显示 即便是民主党人 也大力支持雇佣美国人 反对雇佣外籍劳工 布莱巴特新闻还表示 多年以来的各种各样的民意调查 都显示了民众强烈反对临时的合同工 流入美国 跟美国的大学毕业生抢饭碗 2016年 选民对自己美国的同胞进行了有利的声援 把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带入了白宫 川普入驻白宫后 美国优先的政策降低了美国的失业率 在2019年 还把美国家庭的平均工资提高了7% 2020年 川普获得了拉丁异选票中的32% 部分原因是 很多拉美人想成为自立自强的美国人 而不是依赖政府的美籍拉丁人 面对眼下的拜登大赦移民的提案 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麦卡锡21号提出质疑 这项提议是否会帮助美国人重返工作岗位 在大赦移民之前 拜登政府必须首先致力于帮助我们自己的公民 而在拉斯穆森22号发布的另一份民调显示 可能有60%的美国选民 希望官员们能阻止南部边境的移民队伍 只有30%的选民认为 应该允许移民暂时进入美国 然后各案审查 调查还发现 48%的受访人认为 停止建设边境墙是个坏主意 支持边境墙停工的占了42% 共有82%的共和党人表示 移民的大篷车应该停在边境 在无党派的选民中 持这种观点的人占了63% 在民主党人中 只有38%的人赞同这种观点 这次调查是在1月19号到20号进行的 涉及了880名可能的美国选民 据布莱巴特新闻的报道 拜登政府上任后 开始撤销了很多川普的政策 大批宏都拉斯移民正在进入美国的南部边境 这使得移民改革成为重中之重 拜登上任的第一天就推行对非法移民的大赦计划 任何能够证明自己在1月1号或之前 就非法入境美国的人都能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拜登过渡团队的一位官员告诉NBC新闻说 现在前往美国已经来不及了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新闻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转发 也欢迎您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